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2日 中国有两个最著名的明星科学家 一个是西湖大学的校长 以前当过清华大学的副校长的施衣工 另外一个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常务副校长 叫潘建伟 关于施衣工的事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潘建伟的事 潘建伟在国内被称为是量子之父 对这个称呼 潘建伟从来就没有公开的拒绝过 但我觉得能把潘建伟叫做量子之父 是一种非常无耻的教课 为什么呢 我们说某某之父指的呢 说是这个领域是他开创的 那么量子这个领域是不是潘建伟开创的呢 当然不是量子这个概念最早呢 是普朗克提出来的 所以你把普朗克叫做量子之父呢 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量子力学是它的创建呢 是由很多科学家参与的 像爱因斯坦 波尔 海森堡 薛定谔 这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 物理学家 他们都参与创建了量子力学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人叫做量子之父呢 大家呢也都可以接受 但是潘建伟他在量子领域的辈分 我给他数过 跟创建量子力学的这帮人呢 比起来至少呢是差了五倍 所以潘建伟根本不是量子之父 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叫做量子孙子的孙子 差了五倍了嘛 潘建伟呢 他也不是中国最早搞量子力学的 所以你也不能把它叫做中国量子之父 他研究的主要是量子纠缠 但是量子纠缠呢 也不是他最早搞的 国外早就有人搞了 所以他也不是量子纠缠之父 潘建伟呢 现在是在搞量子通信 但是呢量子通信呢 国外也早就有人在搞了 所以他也不是量子通信之父 那么潘建伟是什么之父呢 他做出来的一个最大的手笔 国外没有人搞的 就是花了一亿元的国家的科研经费 发射了一颗卫星 叫做墨子 他把它叫做墨子号卫星 是为了研究量子纠缠的 那么他就把它叫做量子卫星 会发射 花这么多的钱发射一颗专门用来做基础研究的卫星 这个国外是没有人要做得起的 所以更准确的说 潘建伟应该把它叫做放量子卫星之父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花这么多的钱 业绿去发一颗卫星 就只是为了做一项基础研究呢 这个原因呢 其实呢在于呢潘建伟他把这个量子纠缠引力呢 说的无比的重要 他说这个不只是一个基础的研究 而是有非常重大的这种商业价值 还有呢特别是军事价值 号称呢是号称是一种没法被敌人破译的保密的手段 这样呢中国政府一天很高兴就花了很多的钱来支持他的研究 觉得呢这个是可以跟美国跟西方国家对抗的这么一项研究 当然对于你这个量子纠缠量子通信的这个领域的研究 啊呃潘建伟做的究竟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有实用的价值这个呢一直是有争议的 但是呢我不是搞这一行的我不想具体的来谈这方面非常专业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呢潘建伟这个人呢是一贯说假话说大话是靠不住的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潘建伟呢曾经接受过央视面对面的采访 是一个专访介绍他的工作的 但在这个专访工呃当中呢 潘建伟说了 说了如果我们把一辆汽车发射到木星的轨道上去 那么用我的技术呢就可以看清了这个木星轨道上汽车的车牌 其实这个说法不是潘建伟提出来的 是美国的一个物理学家提出来的啊 就是发射一个让汽车到木星轨道 然后在地球上能够看到他的车牌 但是呢他这个说法其实是一种科学幻想 因为这个美国物理学家说了 要实现这么一个幻想呢 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呢要全球密布量子计算机 组成了一个量子计算机的网络 第二呢要地球的上空遍布量子卫星 组成了一个量子卫星的网络 那么现在呢这两个条件根本就达不到 要实现这个条件呢都不叫多少年了 那可能要几十年以后的 是的 所以他就是一个对未来几十年的一种科学幻想 但是呢潘建伟就把敢把这种科学幻想 说成是他的实验室已经实现的技术 那么这个不就是骗人吗 所以呢可以说这就是完全是一个骗国家经费的骗神 那么作为喜欢骗人的人呢 他可不极限于说 哦我要得名 要变成一个明星科学家 他是要名利双收的 所以潘建伟不只是一个科学家 他还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他呢创建了一家公司 叫做科大国盾 他是这家公司的最大的个人股东 那这家公司呢 号称就是做量子通信的 已经上市了 那上市了当然呢就很多股民是很相信 潘建伟说的 说这个量子通信 现在已经可以 已经有实用价值了 已经要搞这种什么量子通信的干线了 那就去买股票了 所以这个股价就一路的飙升 那么潘建伟呢 他的身价已经达到20多亿了 根据他在这家公司占的股份可以算出来 他已经有20多亿的身价了 但有些人说你这个20多亿的身价 毕竟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还没有兑现了 这错了 潘建伟已经套现了 在这家公司上市之前 他已经从另外一家号称也是做量子通信的公司 已经套现了5个亿了 这是现金了 5个亿他已经放入自己的腰包了 所以他已经不只是名利上的身价了 而是真的是有5个亿的现金 在自己的手里是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了 我刚才说了 潘建伟的自家公司科大国顿又叫国顿量子 他做了号称就是做量子通信的 那么他根据的就是潘建伟实验室的做的研究 号称是把他的研究的结果给转化成了技术推向了市场 那么潘建伟的这些研究的 号称是做基础研究的经费 包括发射1亿元的量子微信的经费 哪里来的 那是国家的投资 那不是潘建伟自己掏的钱 所以你们看 潘建伟用国家投资 国家科研经费做出来的成果 把它市场化了 然后得来的钱放入了自己的腰包 那这个不就是无本万利吗 所以你要公平的说 你潘建伟应该把国家的投资给还回去 你现在已经有5亿元在手了 你国家以前的投资 可能有一两个亿 两三个亿 那你完全还得起 你应该是把国家的投资给还回去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你这些收入应该也都属于国家的才对 而且潘建伟他并不是说变成了一个商人 从此就不做研究了 不是的 他还是要继续搞科研的 他不是说我发射完一颗量子卫星就完了 他还要不断的发射量子卫星的 号称要在2030年组成一个量子卫星的网络了 发射一颗卫星就是1亿元 你不断的发射 又要花国家多少的科研的经费 那么对于我刚才说了 对于潘建伟搞的这项研究 是一直是有争议的 那你潘建伟你还要不停的搞 好你是不是你现在已经是亿万富豪了 完全是付得起科研的经费了 你现在手上的这5亿元的现金已经足够 你发射5颗卫星了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去拿国家的钱来继续做研究呢 你是不是应该用自己的钱来做研究 做以后呢 因为你还要从你的这个研究得意啊 你国家发射了好几颗量子卫星以后 如果真的搞成了这个量子通信的这个所谓的干路 那么潘建伟他是可以赚钱的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拿国家的投资 还要玩这种无本万利这一套 拿国家的投资来给自己赚钱呢 你现在已经有钱了 已经是亿万富豪了 难道不应该投入 把自己的钱也拿出来来做研究吗 而且这是一个有争议的研究 你如果是花的是自己的钱 你要怎么折腾 别人都不无话可说了 对不对 你如果真的那么相信自己的研究是真实的 是可靠的事实 有实用价值的 你为什么不花自己的钱 又不是花不起 为什么还要花国家的钱呢 那像潘建伟这样的富豪科学家 那不是个别的 前面提到了 师一工西湖大学的校长 师一工 他刚回国那一阵 还在媒体上不停的说 说反对科学家做企业 办企业 说你科学家就应该一门心思 去做科研 不要把自己变成企业家 变成一个商人 结果师一工现在也是在办企业 当然他办的是药厂 是制药公司 是跟他的妻子一起办的 那么他自家制药公司 今年也上市了 师一工夫妇的身价 也有十几亿了 也有十五亿了 虽然比潘建伟少一点 但是也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亿万富豪了 违背了他刚回国那一阵的那种誓言了 好了 那现在他办了制药公司 他根据的这个成果 也是号称是师一工 实验室做出来的 那么他也是拿国家的经费来做研究 然后把它给转化 转化成了技术 号称是还没成功了 实际上 然后要上市去捞钱了 这个跟潘建伟一样 也是五本万利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把你以前花的那些科研经费给还回去 以后的研究 是不是应该也花自己的钱来做呢 那像想把自己搞成这种富豪科学家的 还有的是 比如说师一工的朋友饶益 他饶益夫妇 现在也办了一家制药公司 也是想把自己搞成富豪科学家 当然他现在饶益还没赚到钱 如果哪一天他的公司也上市了 也变成了一个亿万富豪了 那么我希望饶益也能够拿自己的钱来做研究 而不要再拿国家的科研经费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再见